杀人犯 他 他要杀我们 普普被他杀死了 被他杀死了 普普 浩子 他们 他们都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 他 他要杀我们 你们和他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杀你们啊 朱长喘着气 不清不楚地说 我们 我们有他杀人的一段视频 我们知道他杀了人 他 他要杀我们灭口 他下毒杀我们 下毒 叶军皱着眉 疑惑地说 他下毒杀你们 他 他下毒 普普和丁浩 都被他毒死了 另两个孩子 男的叫丁浩 女的叫普普 朱长默然点头 你说的杀人士兵是怎么回事啊 朱长断断续续地说 我们 我们去三明山玩 用相机拍视频 不小心 不小心拍到了杀人犯 把他岳父岳母 推下山的画面 叶军神色突然一震 他记得 上回炎梁找他时 隐约怀疑张东省 岳父母的死不是意外 难道真的是一起谋杀 叶军急问 视频在哪儿 相机里 相机还给他了 在他家里 你们有这样一段视频 为什么以前不报警啊 因为 你因为 朱长吞吐着 艰难地说 不能报警 视频里 也有靠子和仆仆 你们会把他们抓走的 叶军眉头一皱 我们为什么 要抓走他们俩 他们 他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 他们再也不要回去 可是 可是他们现在死了 我 我真不要这样啊 叶军满脸疑惑 见他说的话 没头没脑的 他一头雾水 只能继续耐心地问 你们有他这段杀人视频 最后 怎么会被他知道的 我们 朱长低下头 我们想把相机卖给他换钱 所有警察 都不净则舌 这三个孩子 手握别人的犯罪证据 不去报警 反而用犯罪证据 耗子和普普都中毒了 我们发现他下毒 我 我们一起反抗 他要杀了我们 耗子从桌子下面 拿出了一把刀 我和普普 死命抱着他 耗子把他 把他捅死了 后来 后来他们俩也中毒死了 他 他们也死了 他伤心欲绝 顷刻间再次大哭起来 张东升下毒杀人 最后 又被个子最大的 那个叫丁浩的男生 捅死了 叶军的心中 一阵错愕 过了好久 再次把朱长阳安慰下来 叶军忍不住问 你没有中毒吗 朱长摇头 没有 他是怎么下毒的 另外两个中毒了 他没有对你下毒吗 朱长哭着 把整段事情说了出来